主持人 陳教授 多謝陳教授的介紹 我覺得要多謝何鴻鑫博士 醫療拓展基金會的邀請 還有機會來到澳門 和很多澳門的朋友見面 我今天主要講的題目就是 《新酒精神脂肪肝》 這個病例很多人可能聽都沒聽過 因為喝酒脂肪肝 大家都知道 值得 但是如果沒有喝酒脂肪肝 那是很無辜的 其實也是的 這個病其實已經有 很多年在西方學家 已經做了不少的研究 我發覺就是 如果肝裡面有脂肪的話 這些脂肪會刺激到肝發炎 發炎的時候 我們稱之為脂肪性肝炎 發炎就好像一個對肝的傷害 慢慢慢慢就起巴痕 這個現象叫纖維化 就好像我們搜了一個傷口 慢慢慢慢整算它 它便有康復了 如果你不再攪拌它 它會好回來 但如果不停地攪拌它 整一下就好像很有型 它有什麼包人在這裡 就永遠都沒走 乾纖維化也是這樣形成的 整一下如果纖維太乾 就把肝打完就夠了 反而我們就叫乾硬化 所以這個非酒精脂肪肝 脂肪肝只是個開始 如果這件事繼續延續下去 肝就會受到多嚴重的傷害 甚至是乾硬化 你說大泰區 其實這個非酒精脂肪肝很不普遍 台灣、香港、韓國、中國大陸、日本 都做過不少一些 整個社區的研究發現 大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日本特別多 百分之九 換作說五個人 有一個已經有了非酒精脂肪肝的問題 當然不是每一個有脂肪肝都有肝炎 只不過有少部分的人是有肝炎 而肝炎裏面也要再少些部分的人 是有纖維化和硬化 大約100個人裏面 兩到三個人 就有非酒精脂肪肝炎 這個肝炎就是 已經在這幾長遠的研究裡 他發覺是會增加死亡率的 這個研究在美國裏面發表的 就是一個徐訪13.7年、13、14年的研究 發現他有非酒精脂肪肝炎 他令到跟肝臟有關的死亡率 是有2.8% 百分之2.8% 他跟沒有NASH的人 一些普通市民比較 就是百分之0.2% 所以這個死亡率是可以高出20倍 那同一時間都增加了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 一會兒我再講後 你明白為何這個現象 有15%是有心血管疾病 同時 一個市民來說 普通市民沒有非酒精脂肪肝炎 是高出了兩倍 那單單有脂肪肝炎 而沒有發炎 就沒有那麼大問題 他們就不會在十多年之內 都沒有增加死亡率 如果有非酒精脂肪肝炎的人 百分之10 即10個有一個 在這十三年內 就已經去到末期的肝病 甚至有些人有肝癌 那我今天最重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主要四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在香港 我相信澳門和包和香港都很接近 其實我們所見到的非酒精脂肪肝炎是怎樣的呢 這個病和糖尿病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病會不會越來越壞呢 會不會增加的呢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們亞太區有工作少了 達到一些共識 在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那我今天都給大家 和大家簡略講講我們的共識 我們從03、04年開始 我們開始做了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我們主要看了兩個 兩組的病人 第一組的病人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回護性的研究 看看從96年 從90年開始 我們這個研究系統 才剛剛有 我們找到快點資料出來 從96年到03年 所有在我們醫院裡面 曾經做了個案組織檢查 證實真的非酒精脂肪肝的病人 究竟是怎樣的 然後從03年開始 我們做了一個前瞻性的研究 每一個病人 我們懷疑 是非酒精脂肪肝的 我們都會和他做一個 幹組織檢查 然後我們同一時間 也找了一些健康的人 這些人是做了一個對照 當然我們沒有和他做一些檢查 但是這些人 我們都會拿去其他的臨床的資料 這班人一定要是 酵素正常 幹酵素正常 完全沒有一些 代謝性的疾病 以及超清波 也都是沒有脂肪肝的 我們才給他們看的 我們用醫療組病去看看 但是其實在香港 脂肪肝的情況是怎樣 第一的研究 R就是回顧性 我們有40多病人 由96到03年 我們只做了42個幹 中次 做了檢查 去看脂肪肝 但是03年 三年之間 好像不多了一倍 其實在我們自己的心目中 這個病都越來越重要 寫一個病人 就是一個比較組 大部分都是男性病人 而他們的體重身高指數 是比母肝病的人高 換句話 他們是比較肥胖 這是他們的腰圍 腰圍就是95的尼米 脂肪肝的病人 和母脂肪肝為82的尼米 都是有幾大的分別 所以我們找那些對照 就挺健康的 比較多人有高核糖病的情況 如果我們用這個歐洲的標準 去看什麼叫肥胖 這個體重身高指數 大概有30才叫肥胖 這個就是在粉紅色的角度 我們看到 其實非洲的抵抗脂肪肝的人 多數都不肥 是美國的歐洲標準 但以亞洲人的標準 其實這個體重身高指數 高過25 其實已經叫做肥胖 所以實際上來說 大部分的病人 都是處於輕微的肥胖 如果你們看過 最近這個前瞻症的研究 基本上差不多八成的人 都只是從身高體重指數 已經可以看出他們是處於肥胖 實驗室裡面 我們看到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以前做出乾豬指 酵素是不正常的 但是AOT高了 不知道什麼事 不如做乾豬指看看 03年開始 我們對這個病 敏感度提高了 有些病人 酵素正常 但是我們朝鮮後看到脂肪肝 我們也跟病人說 可能你是這個非洲 是否脂肪肝 我們跟他做乾 說清楚 那個肝有問題 你會看到我們平均 那個肝酵素 其實是正常的 但如果跟一些沒有肝病 比較 其實高出了兩倍 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這個AOT 所謂的正常值 其實有一個傷口的地步 就是究竟這個所謂的正常 是否真的正常 其實很多肝病的專家 正在研究中 需不需要重新再看過 這個正常值是多少 大部分有脂肪肝的病人 糖尿控制都比較差 也是多一些糖尿病 之前我們看到 膽固醇他們不是特別高的 唯獨 這個高密度的膽固醇 是特別低的 我們知道這個高密度的膽固醇 是要去保護我們 深入管理的風險指數 所以這個特別低 而且這個三支金油 是特別高的 所以我們看這個低密度的膽固醇 我們一向說 中風機會大一點 深入管理會大一點 反而這個低密度的膽固醇 不是那麼大 反而是一個高密度的膽固醇 以及這個三支金油 我們看一個肝病 脂肪肝有多嚴重 其實這個Brunk score 是一個最新國際性螢幕的指數 去看 這三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就是脂肪有多少 一就是最少 一就是在三分之一或者以下 二就是三分之一 這個炎症壞死而言 也是由它最輕微零 是沒有 去到三是最嚴重 而纖維化也是零是沒有 而三就引起了乾硬化 我看到香港而言 大部份的人 脂肪方面 都是很平均地分佈的 很輕微也有 很嚴重也有 發炎絕大部份都不是很輕微 絕大部份都是零分和一分 兩分三分都很少有 而這個纖維化也是大部份的人 都是零分一分 兩分三分很少 所以暫時我們在華人看到的脂肪肝 和外國人看到的脂肪肝 好像炎症比較輕微 那五年十年後會追到 這個我們有節目以待 那啡酒精的脂肪肝炎 我們用NASH NASH來說 我們最常用的一個標準 是炎症壞死要兩分或三分 或者它已經有纖維化 纖維化是我們更加不想看到的東西 既有纖維化 一定是比較嚴重的 叫肝炎 而普通的脂肪肝 只是脂肪 不過是沒有纖維化 而且炎症壞寫在0分或1分 我們由橙色這個巴 就是我們回顧性的研究 和紫色這個巴 就是我們的前線性 而我發覺 大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有脂肪肝的病人 其實已經是有肝炎 所以這個情況也不是很輕 所以我會說 當我發現病人的脂肪肝 其實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機會 它已經有發炎的現象 我們看看 如果一些普通脂肪肝 和有肝炎的病人 有甚麼分別呢 有辦法能夠 在未做肝炎症 已經找了它出來呢 其實我發覺有肝炎的病人 一般來說比較肥胖 他們的身高體重指數高些 以為提闊一些 但最重要的我們驚訝的地方 就是它的肝炎症是低的 換句話說 不是因為肝炎症越高 你的肝炎就越重要 而這個肝炎一直來說 都是錯的 甚至三十八度 在我們食育室裡 是屬於正常 換句話說 肝炎症正常 並不等於來沒有肝炎 這與我們的肝炎 所有的肝炎都不同 有肝炎的病人 血糖控制是比較差 和糖尿病是比較多的 接著來說 亦會講一些跟糖尿病的關係 其實發覺和糖尿病 基本上是很密切的關係 這有124個香港的病人 他們亦都診斷出來 有肥皂症肌肝肝 有60人 其實你問他 你已經知道我是糖尿病患者 有4個人告訴你 我們從來都沒有糖尿病的 我們邀請了 施式的病人 去做這個葡萄糖 口服葡萄糖的耐量測試 OGPD 另外我們也同意了 146個是健康的 沒有脂肝肝肝的 沒有糖尿病人 亦都是做這個 口服葡萄糖的耐量測試 我們是一個很差異結果 就是發覺原來 只有四成人是沒有糖尿病 活到說 這個六成的病人 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原來自己已經有糖尿病 他躲起來都不知道 有四分之人 已經是確診的糖尿病 而有40%的人 其實他們是一個前期的糖尿 即是他雖然不需要溶藥 但可能再過一些日子 他也可能慢慢發出糖尿病 所以每當我們再見到 有脂肪的病 其實我們要很小心地看清楚 其實他會有糖尿病 我每次問一問他 你說沒有就沒有了 這樣是不足夠的 更多重點是有糖尿病的病人 他有纖維化 肝纖維化的機會是高很多 但在一般病裡面 有糖尿病裡面說 百分之十七的人 其實已經有肝纖維化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糖尿自己都不知道 有肝纖維化 有前幾多糖尿病的人 百分之四 而沒有糖尿病的人 肝纖維化肝纖維化 只是普通的健康肝纖維化 這個研究 是我們很大膽地做的 我們在96至03年 有些病人做了肝纖治 我們打電話問他們 有否一群人做多次呢 有十七個病人 就應邀回來做第二次的專治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脂肪肝 是會不會越來越壞 我們這群病人 基本上是相隔了六年 最短的是相隔四年 最長的是相隔八年 我們發覺第一次做肝纖維化 很多人都比較肥一點 做第二次呢 雖然和胸帶學生 看不到它的分別 但是實際上 你看起來好像 它其實瘦了少許 就是說 如果我告訴你脂肪肝 很多人都開始戒口 注重一下身體 那樣 Gornhouse來講 由正常的104 就跌分到50了 有很多人 其實因為體重減輕了 脂肪可能減少了 它那個髮型又低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眼快差了 這個髮型又低了 由本來 平均都未夠1分 已經上到要1分 那這個髮型更加清楚 怎麼接出呢 最低度呢 就是脂肪肝 粉紅色這個呢 就是第二次比第一次好 橙色就是沒有變過 這個深橙色就是差了 我看到大部份病人呢 只要減肥 他肯著重生活呢 脂肪是會少的 炎症壞死呢 也有些人會少 大部份人不能變 但是最重要的是 原來有一半的人呢 那個纖維化力已經差了 就是不是等於我 只是我 注意一下小小小的生活 看到那個房子 往下走 就等於一定沒有了 原來呢 也都可能呢 病情在進展 我們都不知道 總結了前半部來說 我們香港的 非酒精方的病人 通常是比較肥一點的 他們的脂肪方面 就控制差一點 血糖控制呢 也都差一點的 只要大部份人呢 炎症壞死和乾淨維化 都是屬於輕微的 但是呢 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的人呢 已經有非酒精神脂肪肝炎 而有肝炎的病人呢 也都是比沒有肝炎 普通脂肪肝炎 也都是肥一點的 多點糖尿的 而最重要呢 就是肝炎素呢 是低一點的 而有一半的人呢 在六年之內呢 已經有非酒精神脂肪肝 那個脂肪肝炎 是有差了的 這件事可以呢 是同一時間呢 脂肪和發炎呢 是向那邊走 所以好像呢 一個骨牌下面有什麼呢 你捂一顆 捂一顆骨牌呢 它自己要走 你捂一顆骨牌呢 你捂一顆骨牌 都不讓它後面的 會再掉下去了 所以這件事 我們有幾新的發現 第二部分呢 我想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十一月份呢 我們有一個 瓦泰區的 非酒精神脂肪肝的 工作小組 達了一些共識 我們應該怎樣去 處理脂肪肝的病人 那麼我們第一個共識 就是說呢 其實脂肪肝呢 用超聲波呢 診斷呢 已經足夠了 如果超聲波不肯定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用電腦塑料 因為這些電腦塑料 例如超聲波呢 是可以 如果肝已經有三分之一的脂肪 其實還說輕微的脂肪肝呢 就已經可以診斷得到 不過問題是呢 我們是不可以分別出 普通脂肪肝 和脂肪性肝炎的 那如果我真的要分這兩樣東西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了 我一定要做一個 乾穿刺 在裡面的下面 看它的組織 那最大的問題就是 脂肪肝 人人都知道 和喝酒有關 那喝多少酒 才要非酒精性呢 在八年年代的大部分 的專家都說 你一滴酒都不喝 那你才叫非酒精性 如果呢 我一年內去喝的時候 喝一杯酒 我就叫做酒精性了 那就不對的 所以慢慢從九年年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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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非酒精性呢 就慢慢慢慢地 鬆鬆了 就說你一個星期 喝40g 40g 是多少呢 其實你可以喝10g 就是一杯紅酒 給一頓酒 就是說這個星期 喝四杯 我也叫你非酒精性了 最近呢 近二千年呢 就說 哦 因為 紅酒 越來越多人欣賞了 那我們呢 公衆你一百歲的g 就是多少呢 就是換句話說 一天喝兩杯 即是 下午一杯 夜晚一杯 那你的脂肪肝呢 你都不是 抵死的 你無辜的 你是非酒精性 暫存說 我們最多的 就是140g 當然啦 看到脂肪肝 你就不可以說 你一定是這個病 因為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它不是其他病 我們就要肯定 它不是二元肝炎 我們 提到很多 丙領肝炎 如果有風險因素的話 如果你有懷疑 要做清楚一次的檢查 看清楚它不是其他病 可能有一些 肝炎病 蛋固疾病 但是肝炎病 癌不症 肝組織檢查 最大用處就是 我們將普通脂肪肝 和脂肪性肝炎分開 而脂肪性肝炎的病 肝硬化 和因為肝病死亡的機會 是比普通脂肪肝 是高出很多 所以我們提議 哪些人應該做高尊治呢 第一 就是當我們看完病人 我們都不知道它是甚麼病 當然應該做 第二 如果一些很高風險因素 就說它很大機會有肝纖維法 我們要作出診斷的 我們應該做 第三 就是在臨床研究裏面 我們要拿到資料 最後就是如果 病人做了一副胸技手術的 還劍 都在這股肚裏面 有懷疑的 順便拿出來 就不會增加風險 那甚麼因素會令我們 知道病人的肝炎病 就像肝肝肝炎病 會嚴重一些 第一 年紀大一點 糖尿病非常重要 其實現在有足夠症 證明 你有脂肪肝 同一時間有糖尿 就算是肝硬的機會 都是比一些有脂肪肝 而沒有糖尿病 是高出的 那你內肥肝肝的病 他的脂肪肝也會比較差 那我們可不可以 不用乾手機檢查 我們驗一些血 我們用糖尿 做一些檢查 已經知道你有沒有超迷法 省了 不需要做一個抗鬆性的檢查 我們發覺很多人用不同的方法來做 但這個準確性 都說大約是80% 所以我們大家都覺得 暫時來說 預熱是不可取代乾組織檢查的位置 發驗檢查之後 我們提議所有病人 都應該做一個很詳細的檢查 看看有沒有代謝性的疾病 包括甚麼呢 就是中央疲患 以及三肢金藥膏 高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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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 高血壓跟我們 小時候的新組織講 140-190有些不同的 這個其實就不是認真高血壓 血壓偏高 我們已經是要擔心 以及血糖高 或者有糖尿病 那甚麼是中央疲患呢 中央疲患 我們量度為 不能每次量度 是不同的 如果不是 病人做了很多功夫去減肥 但你越量度越低 其實就說病人不好說 不公道 我們應該在胸骨最低 跟胸骨最頂的中間 去減肥 每一次都在同一個地方減肥 這樣才會準確 在亞洲人、香港人來說 男性90cm 女性80厘米 我們叫標準 以下標準 日本人不知道為何 男人、女人定住了標準 但我們跟日本的專家 我們說 是日本人是這樣的 我也不知道為何 歐洲人、美國人的標準 是比較高的 我們提議 如果一個病人的胸腹血糖是正常 他應該做一個 龐塗糖的外量測試 因為 如果有脂肪幹病人 單元胸腹的糖 這些病人以前不知道自己的糖尿病 有14%已經有糖尿病 但如果做了兩小時之後的血糖測試 發覺有23%的人是有糖尿病 換句話說 單單做胸腹血糖 是有9%的糖尿病 是我們會失去 被他失去 這樣對病人來說 這是確診糖尿 不是前期糖尿 所以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食物方面有沒有用 有沒有一些食療 可以幫助這個病 其實跟你吃多少卡龍 跟你吃了蛋白質 是沒有關係的 唯一可以幫助你 就是吃少許碳水化合物 和吃少許肥的食物 這個其實 教廠每個人都知道 我們就知道這件事 可以減肥 可以將身高 體重指數降低 降低 乙倒數的耐受性 但究竟對脂肪幹 這個好處有多少 其實還需要多些證據去證實 我們知道 如果飲食節制 就是加上大氧的運動 就可以對這個 乙倒數的耐受性 和健康幹是好一點的 但是對於你說 那個光纖維化 原住壞死的方面 都還需要多少證據 而暫時所有的證據 都是一些病人的報告 沒有那些很認真地做的 這些隨機對照的研究 所以我們還需要多些資料證實 其實我們大氧運動 這個飲食 真的可以幫助檢控肝 有沒有弱衣呢 現在很多研究說 波綿和Glyphosome 這些會刺激這個 營導素的分泌 是會幫忙的 現在來說 很多小型的研究 都證明到初步的好處 但如果真的進一步好處 所以我們還需要讓大型的研究出現出來 其他有很多藥 例如Betrain Asinibita Petoxetate Rubucostatin 這些都有些報告說好 有些報告說不好 都很有爭議性的 但是為了我們知道 Urso是一定沒有用的 維他命是一定沒有用的 所以暫時來說 我們還未可以提議 藥物治療作為一個廣泛的方法 我亦覺得這個理念在研究當中 因為你不必要用病 去吃多粒藥 其實也是一個負擔 而且我們都不吃多久 很多有脂肪肝病 都有心目管疾病 而這些脂肪肝病 同一時間 肝酵素也是很高的 很多醫生都很擔心 開了Statin 會不會搞壞肝肝 其實現在很多證明是不會的 Statin在脂肪肝 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我們提議 如果有需要 就應該用 而且不需要因為肝酵素高 而故意嚴密一點 你的肝酵素 這絕對不需要 這一點很安全 如果一些很肥肥的病人 他飲食都做了 運動都做了 都減不了肥 以後有脂肪肝的話 我們就提議 他們做一些減肥的手術 例如窄了胃 立即我們就放個球在胃 每天都拿著飽 不想吃東西 這樣的時候 我們也會提議 做些手術 我們發覺 他們也對肝炎和超聞法 有一些好處 雖然這些好處不是 每個人都有很多 所以總結了整個 工作小組的提議 其實我們可以總結為五點 第一 當是肺炎症肝肝肝 我們要肯定他沒有其他肝病 第二 我們要看他有多嚴重 包括臨床的指標 有需要的逐端專注 第三 要將所有代謝性的疾病 很小心地找人 躲起來 和他們不知道 第四 明明應該改變他生活習慣 包括飲食方面 還有運動方面 最後如果病真是癡肥的 所有方法失敗 就應該做手術 最後我就要感謝 鍾雯大長 以及我一起工作的醫生 還有整個阿法區的 非洲 Bitteful肝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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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 是由 gez Barwon 謝謝各位 謝謝薯先生 對這個題目 讓我們針對我們很詳細的解釋 大家有甚麼問題 有關非洲рен胜肝肝肝肝疾病的嗎 前面有一個 你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我幫你翻出來 隔面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程度 除了乾穿刺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呢 無創傷性的方法 其實暫時還未有 有很多熱烈的指標 例如AST、ALT這個百分比越高 發炎就越嚴重 但它的準確性仍然維持在四分三 甚至甚至在八十之間 我們還未能完全代替乾穿刺 不過很多人研究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現在有些測試是叫Fibro測試 就是一個 你要見幾個不同的熱烈的指標 然後就放在病網上 他們公司的網站就分析了給它數目自理 這個與乾穿為化光的吻合程度 仍然說到大約是870至880 所以我們都還未能提現 因為這些測試不是我們平時檢驗的乾功能 可能檢驗一些檢驗我們平時都不做 都挺貴的 檢驗我們檢驗了 Hyluronic Acid 等等 不是我們Metalloprotein 來實驗這種的測試 那麵都不是一些很簡單常用的 實驗室的檢驗 但是那個敏感度因人不同 如果沒有看來是這樣 其他人看來我們根本不是這樣肯定的 那我們有沒有一個數字化的方式去評價B超聲報的水減 然後遲用一個分析 有沒有這個研究呢 有沒有這個方法呢 其實用B超呢 我們應該呢 其實很正確的 我們都有成本專家說過 其實每個系統都不同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些規則 說什麽才叫做B超下的脂肪肝 我們有幾個規則 第一就是肝是要乾過腎的 第二我們看到血管在肝裏面 是會深色了、黑了 是會變得到的 而第三我們看到肝裏面 照出來脂肪肝那裏 照肝是白了 而後面下面那裏是黑色的 我們看到幾個量的特徵 我才可以診斷脂肪肝 如果用一個標準來做 每一個人去看是脂肪肝 如果不是脂肪肝 就敏感程度會高些 這個做法呢 可以診斷脂肪肝 但是不可以分別出哪一個是嚴重 而哪一個不是嚴重的脂肪肝 他只會發現有脂肪 但是始終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那裏很乾淨 有沒有青梅化的影響就做不到 最後一條問題在裏面 請問一下肥胖的脂肪肝的病人 如何評估他能否用肥肉呢 其實我們不會因為肝病 他決定是否用了減肥药 其實減肥药也有很多新的研究 開始在做 究竟用藥物去減肥 會不會幫助到脂肪肝 暫時沒有一些證明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說減肥药 是絕對可以用的 不會因為脂肪肝的問題 而減肥药也不能用的 只要醫生覺得在臨床上 病人是會需要的 以及會幫到別人的 其實我們也提議是可以用的